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公布报告 认为日本有意将核废水排放入海的计划 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指出阶段性的排放出的辐射物 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几乎适可忽视的程度 署长还亲自到日本拜会首相岸田文雄 并交付报告 针对外界的质疑表示会进行安全性的评估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政府最快在八月开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废水 对于原子能总署给日本大开绿灯 中国大陆方面表示遗憾 表示核污染水排海缺乏正当性 不能够把评估报告当作通行证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日方叫停排海计划 同国际社会认真的协商 而日本临近国家南韩反应更为激烈 许多民众上街抗议 学生家长拿着餐盘写上不愿意吃和污染食物的标语 南韩的日式料理店受到相当大的冲击 宣告不要做生鱼片的寿司 先卖其他产品 而鱼市场的生意也一落千丈 记者综合报道